大家好 今天用剩馒头来分享一个简单又快手的做法 剩馒头先把它切成小块 放入料理杯里面打碎 给它倒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里里 然后再打入4个鸡蛋 加入一勺盐 给它搅拌均匀 拌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苹果 一半给它切成片 另一半再给它切成小菜丁 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一碗吃10碎 拼底锅刷成植物油 然后把刚才调好的鸡蛋跟馒头给它倒进来 给它摊均匀 摊成一个饼的形状就可以了 摊成这样的饼就可以了 开小锅给它慢煎两分钟 表面定型以后给它刷一层分茄酱 撒一层芝士碎 让它放一层苹果 上面再攒一层芝士碎 再慢一倒两分钟 芝士融化了这样就可以了 用刀给它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 用这个方法做的懒人披萨真的是太美味了 底部焦香酥脆 上面香甜拉丝 而且特别的快手 大概15分钟左右就可以做好了 也可以搭配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或者是水果 当做早餐 孩子特别喜欢吃 喜欢的话 您跟您试试吧